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想起一國兩制總設計師 以顧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說話 鄧魯說 只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 如果發生動亂 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 由亂變治 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 總會有人搗亂的 但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 經歷了近年的亂 更覺得鄧魯動足先機、充滿智慧 問題是如何保持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呢? 聽完宣講會 我也有不少得著 中央宣講團成員 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 在其中一場專題講座上提到 要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長期堅持制度 必然就會遇到需要與時俱進的問題 他說 如果不堅持 制度的根基和方向就會有問題 如果不完善 制度也容易失去生機和活力 他又直言 要求二、三十年前的人 在法例中列明如何解決現在的問題 並不太現實 也不太可行 這樣講看來很抽象 其實非常實在 要完善一國兩制 就要不斷檢討 不斷檢視運作和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舉一個例子 釋法就是完善一國兩制的方法之一 不管是解釋基本法 或是新近熱議的香港國安法釋法問題 道理也是一樣 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時遇到平頸或疾谷 由人大常委會在法律框架下解釋法例 是可以避免香港實踐一國兩制時出現偏差 甚至走樣變形 再講多一個例子 就是完善選舉制度 一國兩制的初心是什麼呢? 就是要由愛國者長期執政 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 原本的選舉制度 竟然選出那些要求外國制裁中國和香港特區 甚至反華的政客 大家看到過去二十多年的議會生態 改善社會民生政策都會被操弄政治者扭曲 甚至導致香港在超過半年的時間 被打紮燒到氣巴爛的慘況 那種亂 大家應該都完全感受到切膚之痛 任由誰都不可能說 這樣的一國兩制沒有偏差 如果不完善選舉制度 市民一國兩制又如何走下去呢? 講到與時並進 我們當然不可以不提香港國安法 從制定到實施 香港國安法就是要無實解決 香港社會出現的實際問題 包括外國勢力介入、暴亂持續、代議事出賣國家民眾等等 市民如果不是及時出手 香港的亂局何時才結束呢? 香港今天實現由亂及治 難道靠風水運氣嗎? 講到一國兩制的實踐 本地也好、海外也好 總是有人潑黑水唱反調 那不難理解的 要外部勢力承認一國兩制的成功 他們又如何去日日拿香港和台灣來說事呢? 如何去歐盟和聯合國說中國壞話 找話柄去對我國實施制裁呢? 當然 我們沒有必要隨著外國黑心勢力而起舞 但今天香港社會局面大致回穩 我們更應該挺起胸膛 理直氣壯地發聲 告訴香港市民、告訴世界 我們樂見中央和特區政府完善一國兩制 讓一國兩制保持生機和活力 絕對贊成一國兩制是當前最適合香港的制度 應該長期堅持 我們搞定例個